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後還有反骨折 那血壓要記得多喝 因為有吃藥的話就是 血壓要一樣吃 對 第一個是教大家 什麼叫做三大營養素 跟六大類食品 那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 我們今天早上有來諮詢的 長者我們都有提醒 今天下午我們會教什麼 教大家怎麼樣去看 你這個人要吃多少份量 這個很重要 來煮濃湯的都是主食類 大家想得到什麼濃湯 玉米濃湯 還有嗎 南瓜濃湯 還有馬鈴薯濃湯有沒有 馬鈴薯濃湯 對 地瓜濃湯比較少啦 地瓜好像都是直接吃的 這種就是比較偏向辣椒 它是蔬菜類 可是我們不會吃很多 吃的會很辣 所以有很多東西它可能就是歸類 我們平常不知道 可是假如說有機會 譬如說剝皮辣椒啊這種的 或者說有些不會辣的辣椒 吃進去的話也是OK 太棒了 肉類啊還有豆腐啊什麼啦 豆腐 那個很棒啊 還有蛋 還有那個海鮮那個 白菜啊什麼 對 太好了 很好很好 很棒很棒 紅豆是豆類的舉手 好不好開始算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位 公布答案 紅豆他 不是 四層湯對沒錯 四層湯 你煮四層湯的時候 是不是像是 你在煮的過程它會有點濁濁的有沒有 除了你家藝人有時候你會加山藥 山藥也是越煮會越糊的有沒有 它也是屬於主食類的 藝人它也是屬於主食類 你煮藝人薑的時候 就像是屬紅豆綠豆一樣 你要把它煮很久 好 所以跟大家撇清一下它的關係了 好 記得它怎麼會拿來炒菜 它是屬於蔬菜類 小番茄會直接吃它是水果類 好不好 這是營養學我們現在的分類 這個跟大家 剛好妹妹提到的 我覺得這很棒 我們提出來 橙子出奶茶一杯 出了紅茶 我們還會加什麼 珍珠 珍珠 珍珠你們覺得它是屬什麼類 所以它是屬我們剛才 舉例的名字叫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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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什麼鼓 全鼓什麼類 拿這個帶給你來一個讚 太棒了 這個名字不好記 這個名字不好記 對 所以吃飯就是要520喔 可以嗎 520伸出你的手 那我這個是針對老人家 65歲老人家 所以小朋友的營養不太一樣 可以比這個再多一點點好 好 豆與蛋肉一掌心 什麼東西啊 2呢 來 拳頭 OK可以放下了 拳頭 拳頭大的話就是說 比如說水果 一顆梨子啊 半顆芭樂啊 或者說 一個小蘋果 這樣就是水果 用你的手去記 那有人會問我說 可是每個人的拳頭都不一樣 所以我說今天叫做客製化 請問你跟你旁邊的那一位 左手邊那一位 右手邊那一位 拳頭一樣大嗎 有沒有不一樣 這就是客製化 所以你就以你的拳頭去吃就好 那有一個要提醒大家 茄子 它很容易吸油 認同嗎 沒有 所以吸油的話 可能吃進去不小心 你原本想要留在鍋子裡的油 就被吃進去 所以提醒大家 蔬菜類如果是茄子 你不建議那個顏色的話 可以用水煮 對 真的 它可能沒有那麼漂亮 要遵守這個原則 好嗎 我只要你吃進肚子裡面 就是這個原則 520 愛自己可以嗎 520 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分享大概就到這邊為止 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 都歡迎可以留下來問我們